哈囉大家 歡迎回到這一集的 這算是張樓實驗室嗎? 還是腳踏車實驗室 我們今天來實測一下 就是我們兩個都在 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來送FUFANDA的情況下 到底誰可以在一個小時內 接到的單比較多呢? 所以我們待會會在一起出發 然後沿途在一個小時過程當中 各自接單 看誰可以挑戰在一個小時內接到最多單 但是這可能跟系統也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到底機車可以接比較多單 還是腳踏車可以接比較多單 OK 出發 有單來了 溫州大餛盾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去 溫州大餛盾在哪裡 第一單竟然就是在市場裡面 然後 害我差點找不到 還好有發現 好第一張單是南京東路板 準備快到了 中文字幕——YK 第一单到了 就是这栋大楼 然后刚刚是从 到那个市场过来 大概是1.9公里左右 然后算有点远 奇怪因为车比较多 所以比较慢一点 好现在要进去了 好我会进去了 下一单 要去大同高中附近的牛肉面 然后大概蛮近的 它写3分钟就会到了 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好我起到两家 两个人叫着牛肉 这次是跌单 就是一次拿到两个客人的单 好我现在要把它放进我的保温箱里 等一下的话 其实要照顺序去送单 等一下是看哪个客人先叫 就是先送他的 然后才去送另外一个 下一个点大概是 600公尺 然后很近 但是要绕一圈 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好 要出发 在这边 两个上车就到了 到车就到了 到车就到了 车的窗口取消 是不是真的 很简单这样戴鼓招 然后送餐 所以很熟 刚刚那个人还没有鼓 还没有气量 还要辅足 刚有点差 应该是店家没有改 因为那个市场的东西 它装得满满都是 在这里 OK 它发热 前面 说 是 这 我们 是 终点 赛战的地点是 松山醫院 我剛剛那單是送到病房裡 蠻酷的 竟然是在病房叫單 然後我直接拿到病房 下一單我們要去精鮮滷肉飯 好 OK 已配送 我們接下來下一個是要去新東街11巷 一分鐘而已 就在 出去又等得到了 好 走吧 下一個單是早餐的 賣味噌 出發 好爽 終於下班了 天啊 外送業很辛苦耶 我們剛剛剛剛送了一個小時的體驗啊 先講心得好了 我們先不要公布建樹 好啊 你剛剛送了什麼心得嗎 我剛剛送了 這是我覺得 很熱啊 就是那種大熱天下 然後還要戴安全帽 還戴口罩 真的很熱 然後在運送的過程中 就是我們到餐還要等他們很久 餐送給下一個 在等當中其實蠻無聊的 所以你有等到喔 有啊 我有等 我其實蠻幸運的 我到每一個點都沒有等到餐太久 然後我覺得今天送起來比較有趣的是 我覺得我跑的路線都蠻短的 我剛看一下我的車表 我們總歷程 我送了一個小時的總共 行駛距離也才9公里而已 所以其實都會在很小的範圍內 你剛剛大概最遠送到哪裡啊 我最遠送到大同高中吧 大概離這邊應該有啊 3公里吧 很遠 對啊 其實我送的我覺得都還蠻遠 都大概2公里到3分鐘 所以你拿到餐之後都要騎多久 大概才可以到 大概要騎12到15分鐘 那其實 那其實腳踏車好像比較吃香 因為其實我剛剛 每一個點拿到單之後 其實大概都騎5分鐘到10分鐘內 就可以到那個要領餐的位置 然後比較有趣的是 我剛剛除了第一單有夾單 就是我有突然在一個點 夾到收到兩張單 你也有夾單嗎 我第二單夾單 夾單其實是蠻爽的 對啊 因為你只要去一個店 拿到兩個餐單 然後送兩個人 就不用停兩次店夾 其實這還蠻好的 然後我剛剛夾單之外 我後面還有一個 我不知道那叫什麼 就是我已經在一個店 拿到一個餐了 然後拿到那個便當之後 他突然就叫我去旁邊的麥威燈 拿兩份早餐 然後就這樣我包包裡 其實有三個人要送 然後我就分別送完第一個 又去第二個第三個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點戳惡 想說奇怪 為什麼突然 我的單就是 他不讓我看地址 我不知道我要送去哪 結果派單跟我說 我要先去領完後面兩個 才有辦法送 你有遇到這樣過嗎 其實我以前有遇過 那 之前因為我會鋸 其實我剛剛有遇到 今天我把它鋸單 因為我以前遇過就是 我送到一半突然冒出一單 然後我就直接接受 但是上一單的地址就會消失 所以我這次就 比較聰明 就老手 我之前比他早送 所以我就 把那單直接鋸掉 因為才不會把上一個卡單 我剛剛也有那個啊 我有卡到啊 但是我問派單 他說沒關係 你就照那個順序送 可是你的 地址會不見 對 就是地址不見 我後來就問他說 那到底怎麼辦 他說你領完那兩個餐 地址又會出現了 我後來覺得還蠻不錯 因為我領完那個之後 發現三個送的地方 都在三個點附近 都距離大概不到一公里 所以 所以我今天總共 你先講好了 你今天送幾單 我今天有疊單 然後就 一個小時 四單 我覺得算蠻多的 OK 我今天一個小時啊 我們大概 總時間七十分鐘 因為有點拖到 最後 就快下班前 他會給你塞一多單進來 所以我今天總共送了六單 六單耶 蠻多的耶 就是我 其實我們有在FOOPENTA群組 我看最近他們都一直抱怨說 什麼沒什麼單 三四單 兩三單這樣 結果我今天一個小時送了六單 所以其實我覺得用腳踏車送 優勢還蠻多的 其實它可以在一些 路線上比較活用 而且鑽車縫的時候 就是你不會這麼難走 因為機車比較大台嘛 然後腳踏車它又讓我們的位置 其實都沒有像你來這麼遠 我總里程才八公里 六張 可是你送四張 你就一張到三四公里 可以騎了二十公里左右吧 對啊其實距離差蠻多的 然後我覺得 如果OK 大家其實用腳踏車還蠻不錯 因為可以順便運動 而且路上會有超多人在看你 就是我在送的時候大家想說 哇 你騎腳踏車送單喔 就蠻帥的 但是真的很累 因為是腳踏洞 它只是手這樣吹一下 還有風比較大 我這根本沒有風 這超熱的 可是我距離很遠 好啦 各有好處啦 大家可以選擇一下 如果你們真的想試試看Foot Panda 或許可以用腳踏車 我覺得還蠻OK的 喔對了 其實這不是業配喔 這只是我們自己想實測一下 用腳踏車去送Foot Panda 到底有沒有比較厲害 好啦 那這次比賽又是我獲勝啦 好嗎 那我只好 再來比跑步吧 誰要不要跟我比 好啦 跑步先預約先預約者好不好 那大家還有像看什麼 我跟以為的一些賽事啊 就是我們兩個可以去PK 一些什麼路線 或是有趣的事情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不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來的體驗 Foot Panda一日外送員 到底腳踏車跟機車誰可以獲勝 OK 我們今天在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教練隊 下集見 我是以為 我忘記 掰掰 我是以為 我是以為 我這次的 感谢观看